您好,我是张宁 正当大家注意到新冠疫情在中国、河北还有北京蔓延之际 令人难以自信的是东北的情况似乎更严重 吉林通化有30万人断粮 也就是说30万人处在饥荒状态 或者说有些人更早处在饥荒状态 30万人没吃没喝 不仅没吃没喝 而且一些基础性的药物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患者 也没有日常的药物可吃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老人来说是可怕的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而且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 大部分人的健康状况堪忧 所以像吉林通化这样一个老的工业城市 一大半人都要经常靠药物来维持生命 而现在他们连拿药的渠道都没有了 所以有些网友就愤怒地问 说年轻人也许可以喝水度过十天八天 年纪大的人怎么办 当地政府不由分说 就把整个的小区还有楼道单元 还有家里的防盗门全部贴上分条 而且有人砍手 如果你不服气 出门打断腿 还嘴打断牙 而且下次就直接用电焊把你们家门封死 反正中国人家里面都有防盗窗 防盗门 他一焊死基本上就立刻成了牢房 至少你在家里是没有工具能打开这种铁门铁窗的 而且看守严厉到什么程度呢 不能出门买食物 不能出去看病 连倒垃圾都不行 甚至孕妇都没有菜吃 在那叫哭连天 说我自己没菜吃倒也罢了 肚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这就是中国 可怕之极 然后还有的家庭已经十天没有食物了 所以说这个反映了一个长期的状况 那就是中共政府的各级头目 从来没有拿人当人看 瞬间能够把公寓楼变成这个牲口盆一样 变成这个监狱 就是把人关押起来 甚至能把人饿死困死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而且也并没有硕置说明 这个吉林通话的感染是多么严重 对比美国呢 美国现在有2400万人感染 但是呢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政府 不管是联邦政府 州政府 县政府 市政府 郑政府 胆敢去分人家门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城市 一个小区 一个村庄 一个单元 甚至一户美国人的住宅 遭到封锁 因为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个美国人都有权力去做 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 都有权力随时去购买补充食物 或者购买药品 你怎么能够把人分在家里呢 人又不是牲口 你随便想关在牲口 就关在本 中国人也不都是囚徒 也不都有罪 你随时就可以把人家 弄在家里面 像囚徒一样 看牙 而且不给吃 不给喝 你这算什么 这其实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从今年年初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 中共从武汉到现在的通话 都在采取这些不人道的 残忍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阻碍 这个中共病毒的蔓延 但是呢 其实从根本上 并不能阻止中共病毒 从目前来看呢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成功的 到最终呢 可能这个抗击中共病毒呢 还得要走全民免疫的道路 这个美国人呢 在这个期间呢 虽然有大量的感染 但是生活上从来没有匮乏 不仅有吃有喝 而且各种服务 一应俱全 从来没缺过 就是说 无论你到银行去取钱 或者你到超市去买东西 这些地方从来都是开放的 而且你到医院去拿药 看病 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药房都在开门 而且呢 每个美国人已经被发了 一千八百美金 据说拜登上台 还要给每个人发一千四百美金 而且呢 这是对所有收入 去年收入七万五千美元 以上的个人而言 另外政府呢 还给那些失业者 发放忧郁的这个失业金 像加州呢 一个月都能发 两千多块钱的失业金 因为一个礼拜六百块钱嘛 你算算账 所以说呢 美国人民呢 在疫情期间呢 生活得很好 没有人挨饿 没有人受到不人道的对待 而中国人呢 实际上随时随地 就会受到残忍的这个虐待 还有一个消息呢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就是为了庆祝拜登上台 中共十二架军机 侵入台湾领空 而且呢 中共这一次的规模 是史无前例的 八架战略轰炸机 就是轰流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另外还有四架战斗机 如此规模的入侵台湾领空 显示中共 感觉到这个进一步威胁台湾 逼迫台湾顺从的时机 已经到了 那就是由于拜登呢 采取一种向对 川普而言 亲中共的这种政治 这种政治这种方针 或者说政治态度 导致呢 现在中共不再担心 来自拜登政府的制裁 或者打击 而台湾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也非常软弱无能 我从来没听说过 蔡英文政府 能够胆敢回击 中共军队的侵扰 其实台湾有的是导弹 军机直接把这些 侵入领空的飞机 击落就行了 或者那下次发一个通告 任何国家的飞机 胆敢侵入台湾领空 一律击落 这个本来都是 任何一个国家的态度 而且现在由于骚扰 特别严重 应该强化这一个态度 然后直接给它击落 中共现在有能力 去占领台湾吗 你这样软弱 反而带来麻烦 因为凭生活经验 我们就知道 流氓总是在 不断地试探邻居的底线 今天是一架军机 搞一段时间 就是两架军机 再搞一段时间 就是三架军机 再搞一段时间 就是四架军机 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十二架军机 那么再过一个月呢 很可能这个飞机 就达到了五十架 一百架军机 如果它突然飞向台湾 奔向它的战略目标 瞬间就可以把台湾的政府 中枢机构 通信机构 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这个指挥所 都砸得一塌糊涂 能够让整个台湾 立即陷入瘫痪状态 然后中共就可以大规模的 出动海陆空军 全面的对台湾进行清洗 所以说台湾不能够容忍 中共这样无限的试探底线 应该果断回击 最低限度也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吧 你看看 川普政府 好美国议会 好 过去这一年 两年来出台了多少制裁中共的措施 因为中共在香港 在新疆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地突破底线 还有在南海问题上 都受到美国的制裁 但是有谁听说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也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了 其实最有理由进行经济制裁的 就是台湾 因为现在中共的 每两发炮弹 每两架军机 都有一发或者一架军机 跟台商的帮助有关系 没有台商的帮助 中国没有那么多战斗机 也没有底气 去威胁台湾人民的自由 谢谢收看